或是遙控車啊等等啊 然後她說 她就很震驚她說 沒有 我等一下要去投資玩具店 我說 投資玩具店 我說妳爸媽知道嗎 她說不用他們知道 我自己覺得這會賺錢 就這樣跟我講 她是正在投資喔 對 然後她就去把那十萬塊給那個老闆 就說那妳就自己運用這樣 然後就過了大概一個禮拜 那個老闆就關門走了 然後我就問她 我說妳投資得怎麼樣 然後她說 沒有 那個老闆找不到人 不過我一定找得到她 然後還一直安慰自己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誤以為她是要大買玩具 其實她是要真的入股 她真的要投資 她是要入股耶 我覺得她叫人家自由運用 人家就自由運用 所以就是常常看到那個同學皮夾是合不起來的 那 貴族學校聽說有一件事情 是捐款的時候是會比賽是不是 不算比賽吧 因為剛好那一年921 然後就是學校有一個就是一個通知 就說希望大家家長可以就是 想應這個活動來捐一點款這樣 然後我拿回家給我爸媽看 我媽就大概準備了兩三萬塊的現金 叫我拿到學校去教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嗯 這樣就覺得 有做到三次就覺得自己很驕傲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就有同學是那種 司機開車送支票來 然後上面面額一打開我就傻了 都是那種三四十萬五十萬六十萬 就是那種金額這樣捐 所以你們會覺得貴族學校的學生很難教嗎 就是老師也要讓他三分 可是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貴族學校的家長很重要 要不然小朋友會很容易有偏差的行為 應該像我們那個學校 我們班上只要那個愛心原子筆啊 就是五塊 十塊錢嗎 有一個人如果買個十組 愛忙 愛忙 千筆 沒有那麼哀怨啊 然後 不對 愛忙 愛忙 買個十組 如果 如果班上同學 有一個人買十組的話 那個在班上會是神耶 大家都會覺得他們家是非常有錢的 我覺得漢典剛剛那個動作 真的就是很偏差的行為 就是他會用錢去買友情 沒錯 然後有些同學覺得 他好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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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陳漢典就是屬於那種 會給你錢 叫你幫他寫功課的那種呢 然後真的有同學就會因此 跟他做好朋友 因為就是常常可以吃好的 穿好的 可是 說起來 在心就沒那麼貴 對啊 其實在心我覺得比較誇張 就是不是每個人的家事背景 我覺得在心比較誇張 是管教非常嚴格 對 我們比如說 會每天會 不定期的抽查我們的書包 或者是趁我們 我們每個禮拜有一天啊 會在大禮堂 就是排行會 我們也有 妳也有嗎 我們這種超誇張 就是抽查 抽查書包 所以妳書包會放牌匙嗎 不知道要抽查什麼 啊 漫畫書啦 對啊 什麼都不行 而且不能帶外匙 我們也不能帶外匙 應該有骰子吧 對 像是東南西排一個 風圈 所以不能吃零食 是你們的規定 對 不能吃零食 維哥也不可以吃是不是 對 而且我們沒有放白布 不能帶飲料 我們好像有 我高一的時候有 後來關掉了 沒有便利商 沒有福利社 可是大家很容易餓啊 學生 沒有 胃禮跟在心 跟維哥的規定都很像 因為福利社怎麼過生活 我小學 國中 高中 唯一有記憶的就是福利社 其他我還沒什麼意象 下課很餓一定要買東西啊 對啊 那貴族學校下課的時候是 都是家裡的車來接嗎 嗯 司機 司機 我們學校那種兵士啊 對啊 黑頭車 然後有保鏢 有司機 有保鏢 還有那種庸人啊 非庸提書包 你有看過吧 有有有 就是排那個校車 因為我們有一部分人是坐校車 對 那你就是在等校車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人幫你提的書包 然後你要上車的時候在哪裡 我們是以前小時候 這個我們也有啦 這個我們也有 但我們大部分都是發財車啊 有人幫你提書包喔 沒有 沒有 可是 都沒有辦法想像他們 有勞斯萊斯 對啊 有啊 是你爸爸的嗎 我小時候我爸有開過 所以你有回去跟你爸說說 爸我同學家裡開了勞斯萊斯 可不可以請你也 我不會這樣啦 我不會那樣子啊 呃 學校有人抽菸嗎 我那時候喔 好像有 所以貴族學校也管不了這種事 男生 男生對 他會躲到那個頂樓庫 對 那錢那麼多為什麼不拒賭 你這什麼 你這什麼壞小 有啊 我那時候 我有出摸啊 我同學都會到我家來打麻將 所以你有公開邀約賭博這件事 是他們自己要來的 他真的 你們家真的永遠都避不開麻將這件事 不管聊什麼故事 你們最後都會走到這條路上 我九月讓他去補啊 真的啊 可是小晟 你說你們學校是 有把女生 當成新娘再栽培是不是 有耶 我們學校是專業 因為所有全部出來都是這樣 然後他都會訓練男生 跟女生不同的訓練 比如說女生啊 他就會訓練你說 晚餐時間啊 他就是刀叉 放幾隻幾隻 什麼刀叉要放外面 什麼要先用 什麼要先 然後用完禮儀是什麼 女生多半都是學這種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 摺衣服燙衣服那些 都要學這種東西 然後像男生啊 因為一般我們知道說 男生要應酬很多 都是打高爾夫 在國外是打馬球 在那邊他就會規定 男生一定要拿這兩堂課這樣 那女生可以參加這兩堂課嗎 女生他 除非他名額已滿 他才會開放上女生 對 要不然其實女生都是什麼家務士 妳有個怪故事是說 學校發什麼東西給男生 就是我們開學新生訓練的時候啊 然後校長就會聚集 所有男女在大教堂 就是講說 這是新的學期啊 怎樣怎樣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講 講一堆講完之後 他就說 好 那女生我們先 就是各自解散這樣 然後女生就走 那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就只留男生呢 然後後來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們校長 準備了這麼大桶的保險套 放在門口 規定每個男生出去 就要抓一把 什麼意思 放在口袋 因為他覺得說 因為我們學校很大又住 那以前我們學校 他像我們學校 從國小啊 到國中到高中都有 可是他已經都是採大學制那種 比如說有課 沒課你就可以在宿舍這樣 那所以他沒辦法看到你 你知道 因為你沒課你可能跑出去啊 那他與其這樣子 他倒不如就是 好吧你就保險套放在身上 你就自己小心點 這個做法非常不像貴族學校 對啊 應該是很嚴格才對吧 而且在教堂裡面發 沒有 我們學校並不會很嚴格 他們剛才講說 學校都沒吸煙 不能吸煙對不對 我們學校有兩個吸煙區 吸煙區喔 而且是 給司機的嗎 給司機用的嗎 沒有 給學生跟老師 你有看過那種老師跟學生 這個也考得不錯 然後學生又看 那個禮品 那個什麼 推薦還滿意你幫我寫一下 不會還可以有提供紅酒之類的吧 紅酒有 而且我們以前學校 還有人會躲在後面吸毒 真的 我們學校並不是說 像我們在瑞士尼講這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這個學校 但是它是 不是說好像升學率很好啊 或是學生很優秀這樣 並不是說 所以瓜哥知道這些事嗎 後來他知道 小禎多人所愛 找香港富商之間 學道提示 帶了錢去學校 如果沒有福利社 那錢要花 在學校是花不動的嘛 嗯 基本上我們下課之後 我們學校附近有 對很多 有頂瓜 有所有素食店 你想到所有素食店都有 捷運就在我們學校旁邊 對 然後可能就是下課之後 沒有坐校車 或是有坐校車的人不坐 然後就一群人去吃東西 然後就一群人去吃東西 然後總是會有一個人掏出超票 差別真大 我們學校旁邊 每人每次最屌的店 有核動這樣 可是你們有變得很焦重嗎 沒有 我覺得有一些人會吧 就是每個人就是養成會不一樣 可是維哥不是也有開高爾夫球 對 我們有騎馬跟高爾夫 對 我們自己有一座山頭 對 我們自己有一座山頭 你怎麼用什麼叉子吃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有真的煮出西餐來給你們吃嗎 有 真的有 所以學校供應西餐 因為我們學校的主廚是來來飯店的主廚 好吃 你說中午或 中午是來來飯店的主廚做的 對 然後菜色是什麼 有甜菜主食什麼的 有牛小排 就是 然後還有 檸湯呢 我很喜歡吃那個干貝炒青菜 就是用新鮮的那種干貝 每一天都是這樣會換菜 每一天都會換啊 每一天都會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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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不知道學校有吃干貝的耶 對啊 牛小排也很誇張啊 就是 還有那種超大火雞吃那個 所以可以 可以點嗎